attractive 如果真的有私藥 effectively 甚麼使用一個不懂得說聲的人 有沒有醫院 沒有 有11個 他們的 11一個 Now is 9 指示 救援人員用自動心外壓機 為事主急救 便將它由山盾轉到擋架上 他們其後用銀色反光保暖煎包著市主的身體保暖 一個七十多歲姓鄧的伯伯星期一 在大東山附近玩滑場散期間失去聯絡 救援人員搜殺七小時後 最終在山頂發現昏迷的市主 但是由於現場能見度低 加上露面崎嶇濕滑 救援人員要再用超過五小時邊走邊急救 直到星期二凌晨大約兩點半成功將市主抬下山 可惜他送院後證實不治 死因有待驗屍後確認 消息指市主星期一下就和五個朋友 在大東山一帶玩滑場散 期間市主朋友目擊他突然被一陣風吹向雲塵 朝貝奧方向飛去 朋友立即以對港機和電話聯絡市主 但是沒得到回應 大約半小時後 朋友終於成功以對港機聯絡市主 得知他被掛在一棵樹上身體受傷被困 但是市主隨後再次失去聯絡 朋友立即報警求助 意外之後中國香港滑場散協會一度加入協助 根據協會提供的照片可以見到 男士主在事發之前穿著鋪路衣 外加一件灰色背心 頭戴著黑色頭盔和護目鏡 他使用的滑場散是螢光黃色 由於山頭被雲塵籠罩 現場能見度很低 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不可參與今次救援 據了解包括消防、救護、文安隊和警方等 超過60人參與今次搜救行動 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在這間尖沙咀落到的餐廳 進食期間懷疑勤身陷入昏迷 現場消息指星期二上午10點多 女士主在餐廳裡一邊聊天 一邊吃豬扒包和叉燒飯 然後突然瀑在桌上 一旁的朋友隨即幫忙拍背 餐廳職員見到擔心有人近親 於是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用自動心內壓機為女士主急救 同行的朋友陪同送丸 消息指示主懷疑是內地遊客和朋友去到餐廳品嘗香港美食 喊了豬扒包、山樓肉殼和叉燒飯 一個85歲的保安員被人襲擊 現場留有血跡 在星期二凌晨大約3點 警方接獲一個姓林的女子報案 說她的朋友33歲姓男的女士 在大角咀大和新村大衛樓地下 懷疑用手襲擊一個男保安員 警員接報到場 那個保安頭部受傷昏迷被送往廣華醫院 據了解被舉報的女子是住戶 她不滿保安員開門被姓林的女子進入 於是與保安爭執 兩個女子以涉嫌商人被捕 有組姦的保安員說 事主是以替姦的形式上班 對於凌晨事發經過不太了解 只是知道早上有大批警員 前來翻查閉路電視 她又說事主是來頂姦五天 身形高大 一個女人過馬路那陣被的士撞到 現場留下血跡和雜物 連約70歲的的士司機在現場協助調查 在星期二早7點幾 一輛的士由荃灣沙咀到右轉入大沖道那陣 遇到一個推著手推車的女人 她手腳擦箱躺在地上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消息說那個女人沒有用行人天橋 而是推著手推車沿著大沖道的馬路邊 往海皮方向走 警方正在調查事故原因 元朗蝦美新村路 星期一發生工業意外 60歲的地盤公李坤 被地盤搬運的公子鐵擊敗 據了解攝市公子鐵每支長12米 各重達1.5公噸 李坤和88歲的爸爸同住天水為天行村 她的爸爸說老婆已經離世多年 李坤排第二 其他兄弟姐妹組織已經搬出去 只剩下李坤和她一起住 她說事後有相關人士通知她 但實際的事發情況她都不太清楚 兒子的身後事就由其他子女處理 港交數由9月23日開始 實施打風不停事的新安排 行政長官李家超 在星期二行會前記者會時就話 在新安排之下 投資者可以在8號或以上的風球 黑色暴雨期間遇上馬賣港股和現身產品 亦可透過護心股通馬賣A股 環球的主要股票市場 包括深圳和上海 現在都在惡劣天氣之下維持交易 香港現在是另類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沒有理由不看齊 李家超又說 港交所之前就市場交易諮詢 九成的經紀商和銀行家人士 都支持實施不停事的安排 相信這樣有助鞏固港交所的競爭力 而新安排定在9月23日開始實施 是希望可以給業界有足夠的時間準備 港交所府行政總裁姚嘉仁 在星期二下午見記者時就說 在惡劣天氣之下 實體銀行和券商分行不會開放 交易只會在網上進行 我們強烈建議市場的參與者 全面採用姚拒工作 Work from home 其實這件事在疫情期間 我們都知道有很多市場參與者 也已經陸陸續續有這個能力 當然未必是100%存覆蓋 如果個別還未有 就應該要考慮這個實際上的需要 而為了支援中小券商落實方案做好準備 直到年底 如果有個別合資格券商 在短期內因為特殊情況 沒有辦法在惡劣天氣交易日 履行結算要求 港交所將會代為履行 它是當日未能繳付的款項責任 並需要在當日之後及時報交資金 說了那麼久 港股終於打風不停市 你又覺得是否方便了呢? 一起在下面留言討論一下 其中梅洲市更加成為重災區 禮拜天市內多地出現大暴雨 其中在平原原市水鎮 在過去24小時更加錄得近370毫米雨量 全市多處發生山洪和山泥傾瀉 目前造成至少5個人死亡15人失蹤 另外多條河流超出境界水位 部分地區道路交通中斷 梅洲市至少13萬會停電 因應華南和江南強江雨時中 國家防種維持針對福建、廣西、浙江和貴州 四個省份的防信4級應急響應 並且加派一個工作組 去到廣東一線協助指導防信工作 警員來到這間被人爆市的茶餐廳調查 又向職員了解一件事 在星期二早早6點多 警方收到報案 說這間在啟程村晴朗商場一樓的一間茶餐廳 隔晚有被人叫過的痕跡 消息說茶餐廳的廚師 凌晨4點多回去店舖預備食材 不排除警察跟著廚師 趁他進去廚房做事的時候 無為意叫開了收銀機的隔晚 但卻不成功 不敢心胸手遙會的他 最後偷走了兩部電話 之後就離開了現場 如果真的有一個私藥者在的時候 那為什麼私藥者要這樣 對一個不懂得出聲的小朋友呢 但我現在沒有實質證據 證明到學校有這個私藥者 但我希望這個私藥者 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都可能要自己反省一下自己 六個月大的南嬰圓圓 獲她的父母交託給九龍灣 一間嬰幼院照顧 但是圓圓上個月在嬰幼院幾個小時之後 就出現嘔吐全身無力 面色蒼白的情況 需要送院急救 我記得當時 其實有差不多七至八位醫生 到來幫寶寶做 我也很感謝當日的醫護人員 那一刻其實情況 是相當危急的 還有最終我們聽到寶寶的哭聲 其實都算是安心一點 給這些反應好多 遠遠之後 在兒科病房留意 但是每次喝奶都會噴蛇式嘔吐 她接受電腦掃描和磁力共振檢查 證實頭顱的右前方右腦出血 兩隻眼的眼底也有出血 現在寶寶的狀況 其實都看不到有些什麼後遺症 而那些一下子還未看到 她說最大可能寶寶 就是會自力發展會有問題 而且眼底出血的時候 那個情況其實相對比較嚴重 她可能右眼就變相會 日後的視力都會受損 梁先生懷疑 遠遠在嬰幼院裡遇事受傷 接受醫生的建議報警求助 但是嬰幼院裡沒有安裝閉路電視 令到警方的調查進度 停滯不前 作為相職父母 梁先生和太太要兼顧工作 考慮到這間嬰幼院令設有幼稚園 具有規模和富有經驗 所以將遠遠交託 無奈就發生這件陷事 她對此大感內疚 如果護理員不穩定 其實對遠射的運作是極大的影響 護理員的工作看似簡單 當眾都有不少要求 例如說怎樣換片 怎樣扶抱 過輪椅 或者餵食 這些全部都是要經過訓練的 照顧工作多 細節繁瑣 畫多畫小 帶點厭惡性 不是人人都喜歡做 院舍人手不足是老問題 明愛在沙田的這間院舍 在疫情期間申請輸入外勞 現在有六位外勞護理員 解我們嚴眉之急 因為那時候 原本我們人手都不夠 有時如果是預著 退休的同事有未補充 試過可以缺十幾個人手 其實對我們運作的影響很大 加上疫情的時候 有些同事自己都感染到COVID 所以人手極之非常緊張 管理層想申請輸入更多外勞 穩定院舍人手提升照顧質素 本地前線員工又是怎樣看呢 本地員工有擔心外勞護理員一樣有 就好像印象中 那些女兒會不會太髒 不是生 那些環境會不會太好 真的很簡單 但後來之後 擦身後我們就不知道 其實這裡做什麼 覺得分工很明確很細緻 同時提醒你自己就要多記 多學了 爭取快點自己融入這個環境 就是這樣 來香港旅行 會有什麼事令遊客很震撼呢 有內地旅遊客日前來香港玩 結果被港鐵價格震驚到 她說 下次不敢來香港了 真的沒有人說過香港地鐵這麼貴 她這個鐵文引起了網民熱議 有不少人都很有共鳴感探話 對呀 也不算是說香港 但物價真的貴 但也有網民反駁 說不明白她們 去之前不做攻略嗎 太平香港是否成為了她們的流量密碼 也有人說 買了遊客一日遊八達通 坐兩三個站就值得 旅行